2009年,新疆乌鲁木齐发生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,造成197人死亡,1700多人受伤。 12年过去了,新疆的社会现状如何? 2021年7月5日,新疆维吾尔四日区人民政府就涉疆问题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,介绍相关情况。 发布会上,七五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讲述了事件带来的沉痛灾难。 张爱琴的丈夫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名公交车司机,2009年7月5日那天,她在上班途中遭遇暴徒袭击,造成上唇撕裂,前门牙全部脱落,鼻子塌陷,脑部被重击。 自身的伤病加上强烈的刺激,令她患上严重的抑郁症,不得不接受心理康复治疗。 我的家庭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 以前的丈夫爱说爱笑,勤劳善良,受伤以后不爱说话,变得沉默寡言。 她整天把自己劝在被子里面,再也不喜欢跟其他人说话。 变得极常暴躁。白天就在睡觉,晚上不让我们开凳,不让我们打开电视,也不能大声说话。 稍有不满,她就暴跳如雷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,我的小儿子成了自闭症患症。 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行为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 为打击暴力恐怖犯罪,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新疆通过依法设立教培中心等方式,开展去极端化工作。 目前,新疆已经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暴力恐怖案件,包括围案案件,公共安全事件在内的刑事案件,治安案件大幅下降。 极端主义渗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,社会治安状况明显的好转。 人们生活安宁祥和。 以礼江阿纳一体介绍,为确保在反恐中保障人权。 一方面,新疆不断加强反恐立法工作,保障反恐在法治轨道上进行。 另一方面,坚决防止因反恐而发生限制新疆各族群众基本权利的现象。 比如,在依法设立教育中心开展趋极端化工作中,严格贯彻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。 充分保障了学员人格尊严不受侵犯,严谨以任何方式对学员进行人格侮辱和虐待。 充分地保障了学员的人生自由和通讯自由。 实施技术制管理,学员可以回家,有事请假。 充分保障学员宗教信仰自由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象也表示, 将为中心是学校,不是监狱,是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一项关键举措。 那么这项措施呢,实质上就是对过去受到非教极端思想的感染, 甚至被捕获、拉罗、参与到抱负活动当中的一些普通群众, 对他们采取的教育挽救。 徐贵象指出,新疆面临的反恐去极端化的威胁依然存在, 中国将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, 共同探讨,寻求更加科学,更加有效的反恐去极端化路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